现在正值冬天 万物凋零 还能够在这个寒冬里面开花的 脚井算是其中一个 现在脚井正值花期 开得很茂盛 这脚井它有一定的耐寒性 最近这一段时间 一直到春节前后 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 所以这段时间 有的话有说这个脚井 枝条冻烟麻下来了 就像这几盆一样 枝条搭了下来了 如果说它只是偶尔的动一下 没有关系的 到中午太阳出来以后 它就会恢复正常了 它的枝条就能够直挺起来 如果说是温度太低 它就会冻伤了 因为脚井它的耐寒温度 大概在零下十度左右 如果说你当地气温太低了 零下二三十度 可能它就有点撑不住了 枝条就永远的这样吹下去 只能等这些新雅点 重新再长成枝条 重新再开花 因为脚井它的花期 能够持续到明年的四五月份 还有的话有这个脚井的枝条垂下来 是因为浇水浇的 比如说你前一天晚上 天气不怎么冷的时候 你给它浇了水 那它的枝条花苞叶片上面都有水 经过一个晚上寒冷气候的清晰 它的花苞花饼包括叶片上面 都有可能会结冰 一结冰它就重 重了就会把它压下来 这种从天气暖和起来以后 它的冰化了 那枝条就能够重新直挺起来了 温花友为了自己的嚼紧 枝条不垂下来 时间长了盆土干了 也不去给它浇水 这种做法就太极端了 我们该浇水的一定要给它浇水 必须要让它的根在湿润的环境里面 所以在冬天养护嚼井的时候 浇水大家不要走进这样的误区 不要认为浇了水了 它容易结冰 不要把它冻死了 你不浇水 它才是真正的容易死 不是死于低温 而是死于干旱 所以我们在养嚼井的时候 仍然是见干见湿 看见盆土干了就去浇 要浇就要把它浇透 希望我们今天讲这点 对大家有帮助